临近年底各行各业都算是进入了收尾阶段 但对于专注虚拟货币的挖矿行业而言 好戏才算是刚刚开始 毕竟他们又发现了挖矿的新出路 那就是利用CPU来进行 除此之外 其余Zen 4的锐龙6000APU也得到了提前曝光 那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 对于矿工们而言 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利益 但方法嘛可谓是花样百出 比如目前使用最多的显卡挖矿 较早之前的硬盘挖矿 甚至就连上古时代的游戏机 任天当Gameball也被破解用来挖矿 看来矿工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契机 但是现在由于显卡的货源并不充裕 同时出货量也得到了限制 所以这群矿工们就盯上了L3级缓存占油的MD CPU 具体来看根据Videocats的消息指出 最近在虚拟货币市场中 出现了一款名叫鹰嘴斗壁的新型壁种 这不仅采用了Ghost Rider挖矿算法 并且还结合了C10B、X16R算法 以及密集随机数等多种技术 而这些群对CPU的L3级缓存容量非常敏感 所以基于此 国外的矿工们就大展身手 一次性购入了28个AMD的Risen 9 CPU 以及华硕的X570主板来进行测试 而从测试结果上来看 其中拥有12核心624M L3级缓存的 锐龙9 3900XRTM挖矿效率为4.6MHz 而拥有16核心64M L3级缓存的 锐龙9 5950X 其的RTM挖矿效率则高达5.1-6.8MHz 确实是够离谱的 而相较于刚刚问世的 英特尔12代库瑞来说 旗舰款i9 12900K 其所拥有的30M L3级缓存 RTM挖矿效率仅为3.7MHz 所以自然的 矿工们更愿意选择AMD的锐龙CPU来挖矿 但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只要什么都能挖 那么其的价格就会急剧攀升 不知道受此影响 AMD的锐龙处理器能否进得住考验 然而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根据目前的消息可以得知 基于3D V-Cache技术的Zen3加处理器 已经正式流片生产了 而其的显著特点就是 旗舰款将拥有192MHz的超大L3G缓存 这对于矿工们而言 绝对算是百利而无一害 唉 我哭了 你们呢 由于此同时 根据MyLaptopGuide的最新消息显示 采用Zen3架构的移动单APO 也于近日得到了曝光 其的架构代号为Rembrandt 将会支持一台机电6nm制程工艺打造 但会直接归属于日能6000系列 而其也会支持PCIe 4.0技术和DDR5内存 并更换为FP7插座 至于配备的核显 也将从现有的Vega架构 升级至RDN2架构 然而根据目前ROG所曝光的 新款笔记本配置来看 旗舰级的R96900HX 仍将会采用8核心16线程的设计 也就是和现在的R95900HX一致 至于性能的话 还不确定会有多少提升 但最好别像桌面团一样 拥有很高的L3级换存 要不然肯定会被用于挖矿 所以大家对于CPU挖矿这件事 是持何种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大部分上留言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